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上海 祝你晚安 前两天没事的时候 随便打开了一期综艺一看 结果被一对母女感动得咸咪哗啦 综艺安排一位小姑娘 站在高处向楼底的母亲汉花 小姑娘来自单亲家庭 家中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名 因此当她决定要到寄宿学校上学的时候 母亲特别不舍 生怕女儿不能好好照顾自己 小姑娘把母亲的担心看在眼里 决定借着喊话的机会 把自己的心里话喊给妈妈听 小姑娘 她是这样说的 我会学着坚强 学着独立 可能会离开你 去到更远的地方 也许会有 很多种原因 我不能常常陪在你身边 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 愿意照顾你的人 你喜欢的 我都会喜欢 最后 小姑娘笑着对妈妈喊 人生还要很长 不要再孤单下去了 妈妈 告别单身吧 看到这里的时候 屏幕外的我也跟着这类盈眶 不仅为这对母女彼此的爱而感动 更为简单 去温暖的那句话感动 人生还会很长 别再孤单下去了 其实我想把这句话 说给很多人听 想起前两天 和一位已经结婚的朋友聊天 说起在冬天 最温暖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了想回答她 大概就是捧着热乎乎的 烤地瓜或者板栗 窝在沙发上 看一部清洗剧 再或者 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 躺在床上刷手机 她听完笑笑跟我说 我觉得 冬天最温暖的事情 是结束一整天的工作 走到我家楼下 看着厨房和客厅的灯 都亮着 打开门 换好软荣荣的家具服 然后 一把抱着我老婆 这段话的杀伤力太大了 让我对时觉得 哪怕拥有 再多的烤红薯和暖杯窝 都不如心爱之人的 拥抱来得实在 想但承认的这些年 我们其实 都学会了很多东西 学着变坚强 哪怕遇到了 再棘手的问题 也不会哭 也不会束手无策 而是硬着头皮 此刻到底 学着变独立 独自一个人 去陌生的城市 见陌生的人 上一秒刚哭完 下一秒就嘻嘻哈哈地 接通父母打来的电话 我们学着变温柔 不再像一个浑身 长满似的刺猬 而是能够坦然地 解决问题 无视仇人 知事故 而不是故 这样的变化 其实挺好的 没有不开心 也没有不快乐 只是每当独自 一人迟处独行的时候 然而会觉得 如果有人愿意 跟我分享这一切 就好了 随便总是有人会问我 你为什么不谈恋爱 为什么还不结婚 我很难回答 为什么 到了这个年纪 别说谈恋爱结婚 你找一个 能拿来喜欢一下的人 都很难 长辈们总觉得 通讯录里那么多朋友 总有一个合适 毕竟现在又不是 只能写信联系的年代 找个人结婚 能有多难 不要再以为 结婚很容易了 不是对的人 你真的很难 对他说出那句 我愿意 然而即便这样 我也从来没有讨厌过婚姻 我无比渴望去拥抱他 人间太复杂了 我真的需要一个人 他无视我的风尘仆仆 无视我的身心疲惫 只是坦然的 向我伸出他的手 我们真诚的相识 我们深情的相爱 彼此的一切付出 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能一起喝同一杯咖啡 增同一个被窝 住同一间 两时一亭的房子 我希望在这个冬天 我们都能遇见一个人 一起生活 养志工 我抱着你醒来 看你埋在胸口熟睡的脸 你做饭的时候 我从背后抱住你 我们一起看电视 我听你吐槽 还冷的晚上 我们手拉手散步 我把手揣在你的裤兜里 我们再抱着奶茶 一起慢慢走回家 我们一起躲在被窝里 看老电影 即使生活不易 但因为有你 人生变得容易 人生还有很长 别再孤单下去了 但 我也不许你 轻易将就 希望每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你 在这个冬天 有雾暖身 有人暖心 不再孤单 晚安 祝你好吗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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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